《伤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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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覺得有什麼問題 還可以自由地走 喜歡去哪裡哪裡 其實已經是比較幸福的了 我是張偉良 我和福康會一樣 今年60歲 我是一個退休的消防員 也是一個伤殘士 一次山泥傾瀉 就把我衝進海裡 左腳實意上要撤除了 幸好消防署也給我機會 在消防署裡工作 直至退休 我受傷就是 在福康會做福康的工作 以前我們是一級級做 嘗試是怎樣向上 一級級上 用甲腳的技巧 也是在科學院裡學習 可以說自己不放棄 透過做運動很快地 信心增強和身體也會改善 喜歡玩運動的人 就喜歡競賽的心態 想克服對手 這個不是好勝 而是你給自己的目標向上 九十年代初我參加這個 雙殘士的劍擊 直到九六年 我為香港就一次過贏了四面金牌 盆景是一個比較活的藝術 你由種生一棵東西 然後種靚它 做一個藝術品 這個可以是我第三人生 是一個另外一番的體會 因為就算你很努力 你沒得到掌握到 所以很多事都是 要一直學習 福康會的放醫師 方芯陽醫生 他邀請我加入福康會 帮助脑弱雙殘舍 我很认同这个理念 接触多些不同的雙殘舍 在群体里面也看到他们有什么需要 我多些会了解 人生是要有意义 要积极、开心、多些关心身边的人 我觉得是扩阔自己的视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